民众对百物涨价的感受真实反映在官方数据上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今年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和去年相比上升了4.5% 达到119.7点 创下8年来新高 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燃料价格大幅走高 数据显示我国RON95汽油的平均售价 在今年2月份达到每公升二令吉三十仙 和去年同期相比猛涨超过30% 纵观其他类别 除了燃油领域 由于政府也取消了食用油津贴 因此油脂类的食品价格也大涨38.3% 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 通胀率一度高达5.7% 因此这回4.5%的涨幅 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 路透社早前预测 我国2月份的通胀率是4.1% 没想到官方数据会比预期来得高 尽管如此 由新加坡的经济学家认为 由于这波通胀主要是油价调涨所导致的 未来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经济成长 因此国家银行现阶段并不担忧 政府短期内也不太可能会出台政策 应对通货膨胀 NTV7综合报道